歌手邓子齐7月宣布与合作10年的公司芬养音乐解约 他选项880次常人 控诉公司的不公平决策 让他一次次累累 其中更包含内经统一的代言合约 也违反当初宣诫的合约 对此 芬养音乐8月提出声名缓击 要是从未涉及任何有约及不法行为 有一层地邓子齐不关乎拉脱 直指邓子齐律师事不实指控 此事将进入法律程序 邓子齐8人决略时能登下芬养音乐 图方设计书《芬养音乐声明》写下 芬养音乐与邓子齐这一单 多年来一直合作愉快 在音乐上曾开出不少火花 我们致力协助他的事业发展 但遗憾的 我们多次进行到美丽城市 以和平方式解决双方的分歧 而知道芬养与他身边的人 有意独立处理其今后的个人音乐事务 尽管我们与芬养合约于2022年才约买 对此 芬养音乐曾提出过不同的方案 希望双方完成共识及协议 国内对方提出多项母鲁要求 若事件最终无法逼嫁和平地解决 我们更遗憾的是 芬养的律师 于昨天发表的严正声明中 对芬养音乐的指控涉及众伤性质 芬养音乐明确表示 否认邓子琪及律师 在社交媒体上提出的所有指控 对芬养强调 从没有涉及任何违约及不法的行为 有一层的关系拉脱 如再出现众伤原论 我们会保留法律积极权利 非常遗憾 此事现在很有可能进入司法程序 最后芬养音乐到声明中表示 芬养已确认将继续进行于2019年3月 和4月举办的单场演唱会 这一是我们的立场 我们更不做其他声明 感谢各界关心 芬养音乐翻声明 感谢芬子琪 图芬是脸书